我現在回合這個問題是為何慈愛的神會有地獄如此嚴厲的懲罰 如果他早知道人們會相信,又有些人不相信 為何索性不要做人,不做人就沒有人去地獄 又沒有人去天堂,又不知道就沒事了 這個的確是很多人想過的問題 神可以不做人 背後也有一個問題,覺得神是否不公平,沒有愛,沒有憐憫 我分開來幾個解釋 第一,神是否沒有愛,肯定不是,因為神是很大的愛 並且神是不斷感動人去悔改,感動人去跟從他 所以神是不斷愛人的 但他知道人們沉淪,不如索性不要做人,即是沒有人去天堂 又沒有人去地獄 但這種說法只是一個人的理論,即是一個解決方法 其實是甚麼呢,神啊,我做你軍師,神啊,你不如不要做人 你不要做人,這樣就沒有人去天堂,那就沒有人受苦 這樣就成功了 即是,用這個角度就是,神啊,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如不要做人 這樣就不用有人去地獄 這個就是,我們有時覺得,第一就是懷疑神的愛 但神的愛,的確是很憎恨神 懷疑他是不是不公平,或者他的智慧不夠大 所以神就做了一些人,結果他們就知道他們沉淪 我可以這樣說,聖經沒有回答這些問題 所以我的回答只是嘗試用我有限的智慧去嘗試解釋 第一,神的確是充滿愛,祂的確是經常感到人去悔改,去信主 又感到基督徒要出去傳呼音,建立人的生命 這是神不斷做的事,神的確是想祂得救的 所以這件事是不可以推翻神的愛 好了,不如祂不要做人 這是一種的想法,不要做人就會沒有人去天堂 但是,從那些去到天堂的人就說 因為他們不聽話,所以我們沒有機會做人 然後我們又去不到天堂 就失去了這個恩典 從那些去到天堂的人就說 嘩,我們可以享受這麼大的恩典 沒有理由,因為有些人不肯相信 所以我們也沒有機會去到天堂 所以這是兩體的 那些去到天堂的人都會說 我很想去天堂 因為那些人我又去不到,我不出生 當然不出生就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就沒有存在 但是,某程度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是不需要負責那些不信的人 但是我們是努力去拯救他們 我們不是開心見到他們沉淪 事實上聖經也說到神是 他見到惡人死,他不開心 他不起願惡人的死 他也是想人得救 他也是用盡方法的 另外一件事,當時你說到 因為這樣,你又怕神 覺得神很嚴厲 尤其有些教會的人 因為聖經說到 凡清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盡天國 有些人懂得祈禱 懂得清呼主啊主啊 都去不到天堂 那樣好像很嚴厲 但是聖經的而且教我們跟神有關係 其實跟神有關係很簡單 就是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做救主 然後保持跟神的關係 並不是難得很緊要的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得救呢 因為他們在教堂去 認識男生、認識女生 有社交活動 有些人安慰一下 有些人幫助他 或者挺舒服 因為這些原因 其實神是感動人的 叫人知罪 他不肯反應 他說 我是這樣的 我不會改的了 我太過喜歡 有些人會說 我太過享受 喜歡在奸人裡面 你怎麼跟我說 我都不會離開的了 不過我又去教堂聽聽 不過我同時會有義拉 或者有犯罪 或者有其他的罪 他就覺得我不想放手 這樣的時候 人就要負責 因為聖靈是會說話的 他會感動人 所以神是用愛來不斷吸引人 不斷吸引人 只是人聽他說 所以會帶來不良的後果 所以神是想人得救 神又用盡方法 是基督徒又不肯聽話 就是聽話的一小部分 真的肯去傳呼音 真的想去救人的一部分 有些人想救 不過試一下 失敗又不再做了 這是軟弱的基督徒 但是有很多人很熱心 到處去傳呼音 和建立生命 所以我們第一 不可以推翻神的愛 也不可以說神不公平 因為神真的用罪他的方法 並且最不公平的是什麼呢 就是耶穌是沒有罪的 居然是我們死的 這是最不公平的 但是神都願意這樣做 以至我們能夠得救 而他的得救的道 聖經說是不難的 不離我們不遠的 不過是人聽話而已 因為聖靈感動 他不肯悔改 所以他就繼續在罪中的時候 他就不得救了 依然有些人會覺得神 好像很嚴厲 或者甚至覺得可怕 其實神真的不可怕 神是很慈愛 那種慈愛是沒有人有的 那種感動人 他會怎樣柔和感動人 吸引人 柔和改變人的生命 是真的全世界都沒有的 當我們經歷到神的恩典 我們真的看到很大 而神的恩典 是沒有介意這個人 壞成怎樣的 即他怎樣壞都好 神都可以將他改變 神有時特別在壞的人 因為人身上彰顯他的恩典和慈愛 所以神是真的不斷去愛人 有些人又覺得怕神 因為好像有苦難 但其實苦難又不是神給的 是因為人犯罪 神就想救人脫離苦難 所以神不是加添一些不好的東西給人 只是人有罪 所以有很多問題出現 全世界的問題 人被打仗 人的吵架、傷害 都是不斷發生的 這些都是世人所犯的罪 人的罪性所帶來的 而不是神所帶來的 而神是不斷想救人 不斷想醫治人 譬如在這裡每個星期二 差不多都有 在星期二四點的時候 都有為人祈禱 都有很多人釋放、安慰、醫治 經常都有 不斷神是在做功的 所以我們不要懷疑神的愛 或者覺得他不將 有些人會覺得 神啊我想要的人 你不給我 這有時是我們的執著 我想要的 譬如有些人說 我想多些錢 有些人會說 我想找個配偶 不過找不到 我就很怨恨 其實我們無論是錢不夠 神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未必是多 或者是找不到配偶 我們都相信在神裡面 我們可以有滿足 以至不受這些困難的影響 所以我希望這件事處理 就是神多次感動我們 這是神的愛 讓我們整個基徒生命 我們都是神的愛推動 不是覺得好像神很嚴厲 不過我就服侍他 有些人會這樣想 我認識一個人 他將聖經這樣解釋 他說神是一個很嚴厲的老闆 我說為什麼你這樣說 他說你看摩西 他聽神話這麼多 就是他一次發怒 就不准他入家臨地 他說 為什麼神嚴厲得這麼嚴厲呢 他就懷疑神了 他就覺得神太嚴厲了 但是其實 其實在摩西身上 我們真的看到很多恩典 他跟神溝通 是面對面說話的 他是 上山上四十天 不用喝 不用吃 喝水也不用喝 不用喝 我這個推上 就是不用去大便小便 他的身體 完全是靠神來維持 他四十天的生命 在上高 是不用人普通的方法 那 實在是很美好的 可以進入神的裡面 神是真的很好 那 他是進不了家臨地 但是 是不是很慘呢 又不是很慘 因為他都一樣 他有很多恩典 那 他就 他就 他又不用 就是 到時到後 一百二十歲 眼睛沒有分花 身體沒有軟弱 然後 神就拿了他 他就完全不用經歷 普通人的痛苦 就去到神那裡 而神是永遠賞賜他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 神追討我們某些罪 就是追討他的罪 以至他 不能夠入家臨地 但他不是失去救恩 他只是不入家臨地 他就覺得 這件事 他就解釋為 神很苛刻 但其實 神是怎樣 我認為 一個人 聽到神的事 其實是少的 所以 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說到 你再不多的時常有忠心 多數的事 有時是沒有想到神 或者沒有聽神的話 少的事有忠心 但神會將誇大去賞致 但這些不聽神的話 都必定有個後果 但那個後果 不是神過度的苛刻 而是神的聖結公義 一定要追究 這樣的時候 他會有罪的後果 但神依然把他的 聽神話的地方誇大 把很多賞賜給他 所以我希望 我們能夠用 看到神的恩典 那麼多 我們就不會被這些思想認 因為長期心裡的怨神 就會影響我們和神的關係 我們是 心裡經常說 神真好 人就有得力 是